1895年2月3日 移动有横 率领日本联合舰队倾巢而出 在离流宫岛4500米的海面上 轮番发动猛烈攻击 日本人就甘于冒险 他们的鱼鱼艇在半夜里面 就偷袭进了渭海湾 进来之后立刻就被发现了 就是北洋海军里面巡哨的小艇就报警了 就是用火箭往天上打报警 报警之后 定远见有摊照灯 打开摊照灯在海面上就搜寻 结果这个摊照灯反而把自己暴露了 日本联合舰队的第一鱼雷艇队 循着北洋海军探照灯的光亮 发现了定远舰的所在 于是十几条鱼雷艇 竟将向定远舰袭击 共发射了20多枚鱼雷 在鱼雷的狂轰乱炸下 定远舰不幸命中